好,我们来看一下6.6的练习题 这里只有七题而已 因为早来早去 题目好像还出来出去 好像没办法再出了 大概我只有七题 六题其实是保文评 有一题其实不是 上一个小节 我突然间看西看西 这个东西很特别 就是我们上我们的课本里面的这个东西 我就来考一下大家 哇,那个图我也是上网找那个戏 然后又截图又把它放大 然后做了很多调整 才把它换成这个题目 这个有点特别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成绩 这题算是容易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九个人 是拿满分的 也集中在五六七 一分跟四分的 要注意了 一分有点太低了一点 好,我们来看一下 可能也是新同学 可能不太适应 我们的这个方式 大家感觉上 我突然间这样子觉得 我们的我的学生 就是我从初一初二 这样子带着上来的学生 感觉上突然间 有新同学加进来的时候 我就开始觉得实力上有一点差距 所以中华的这一批学生 其实你们的实力也还算不错的 不要看到说你们在学校可能 可能不及格还是什么的 但是其实你们的实力都还 可能都会比其他的学校的来的高一点 要对自己有信心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在保温瓶内 减低 减低热辐射的一个方法是什么 保温瓶内 那热辐射 我们看到辐射的话 就应该是那个镀影的 对吧 这样软木的话呢 是软木用软木来作为瓶塞 你可以讲说它是减少传导 你也可以讲说减少那个日对流 瓶塞这个东西 瓶塞的设计 因为你没有瓶塞的话呢 这个热水就会 热水会怎样呢 热水就会蒸发掉 所以这个热能就会被带走 这种形式呢算是对流 所以如果你有瓶塞 塞着它 那个水蒸气没有办法离开 这种也算是减少对流 然后呢 因为它的软木这个材料的关系 也很难传导 所以如果你讲说软木制成瓶塞呢 它就是有减弱传导 也有减弱对流 但是没有减弱辐射 减弱辐射的话呢 只有一个而已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的选项里面 好像每次问 就是要码就问热辐射 要码就是问那个真空的 因为它那个答案就会比较绝对 如果我问你 哪一个是减少热传导 哇这个很多啊 包括了那个真空也是啊 这个木 软木也是啊 等等的 这个玻璃也是啊 双层玻璃 用玻璃制造 为什么还用玻璃制造 当然第一点 它必须要承受大气压强 所以它的硬度要相当高 对不对 再来的就是 硬度高以外 它还要是 热的不量导体 所以它选用这个玻璃 选用玻璃 然后呢 会有流真空呢 主要也是可以减少传导 减少对流 就是没有减少辐射 减少辐射 唯有唯一的就是用这个镀银 唯一用镀银 软木作为垫脚 也是减少传导 减少传导 好 再来的就是问什么呢 问真空到底可以截断什么 阻止什么 传递 就是传导跟对流 因为它没有戒指啊 传导跟对流都可以减少 但是唯有的就是辐射不行 辐射不是通 不是这个真空可以截断的 是要用那个 镀银 镀银或者是镀铝 或者是光滑的那个东西 那在这边呢 又来 你可以看到问题 其实问来问去问一样的东西 内存有一个光滑的 光亮的这个银 光亮的银 这个是为了要减少这个辐射 OK 不好意思 我要 因为有图 等下会有图 所以我先开一下 这个问题就是他没有看不到图 这个summary看不到图 再来的就是 保温屏的这个玻璃壁 是用软木来固定 软木是热的不良导体 所以它是减少传导 减少传导 再来这个结构X 虽然它结构X 其实指导不是很清楚而已 结构X是什么 你要 结构X 指导不是很清楚 你就要看它什么功能 减少热辐射就一定是镀银嘛 不可能是真空层嘛 然后下一题 我又同样用问结构X 那指进去那个真空层 然后呢 它就讲它可以截断传导跟对流 对指进去中间的 所以这个是真空层 这个才是真空层 所以反正你会看到问来问去呢 每次问 问两个部分 然后两个部分呢 比较爱出的 一渡营 二真空层 再来问的是什么呢 问截断什么样的传地 是传导还是对流 还是辐射 真空层就是截断传导跟对流 镀银就是截断这个辐射 OK 题目问来问去就问这几个 好 重点来聊 抱歉 点六 虽然是保温屏 这类东西不是保温屏 这个是最近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港剧 我也比较少看港剧了 不过这个 这部剧蛮出名的 家族荣耀啊 然后呢 这个是 你妈妈有看 张智玲啊 这个是张智玲啊 我的年代的那个 明星啊 他的这个座上啊 我就注意到了 其实就是我才会注意到 因为我们上物理课嘛 所以我看到这个东西 哎呦 放在灯那边 然后会转动的哦 啊 我就开始看到 哎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上的啊 对不对 我就放大了 看到吗 有四片的 而且我在题目里面就有给个提示 他的结构是怎样呢 密封的玻璃啊 球壳里面 然后呢 呃 有 有四片 呃 有四片这个金属叶片 一边涂黑 一边涂白 顺着次序的涂黑跟白 啊 然后呢 互相成90度 这个就是所谓的 什么名啊 辐射计 哎 辐射计 他是利用光 因为他特地放在啊 坐灯下面嘛 啊 所以坐灯一开了之后呢 他就开始转动 啊 别人看剧情啊 老师就是看了这些东西 哎 这个东西我 我上课的时候有上啊 就拿来考大家 这样子啊 哎 所以就是不同的人会注意不同的东西 对不对 啊 这样子 迷你风扇 有时候看错误的那个 错误的选项啊 也是蛮好玩的 保温屏 这个应该就是说 我上这一张是保温屏 啊 老师一定问 一定答案是保温屏 保温屏是这样的 对不对 反辐射器 哇 老 有这样子的东西 散热道具 这个辐射器是对的啦 哈 迷你风扇 这个真的很好笑 迷你风扇都来 雷射针 OK so 啊 答案公布了 当然是辐射器啊 有17个人作对 也算是蛮多的啦 啊 因为刚刚我们 才啊 才 课本的那边啊 有讲到 如果你注意那个结构 哎 感觉上啊 你应该是认得出来的 对吧 啊 可能忘记那个名字啦 你翻下课本 应该就可以找到了 OK